敬爱的杰克读友们,大家安好 我是《国门之都》的作者,陈鸣盘 72年来,我在台湾已经写作出版了118本文学著作 《国门之都》是其中一本,描写我在年近晚期 搬迁到桃源市新居生活样貌的人生行旅的书籍 这本书细数和记录我的后中年岁月的生涯心情 以及对于桃源市的土地印记,人文印象 生活总是这样,有时忙碌,有时平静,有时又很哀伤 我把生活中的所见,所闻,所感,用文字表达出来 无非是要留存这些记忆,使之成为生命的行动力 台湾最重要的空中港口在桃源市的大园 所以我们称呼桃源市是国门之都 这个城市很美,很年轻,充满绿与盎然的树林,公园,胡博 是结合都会与乡间景观的好所在 所以,这本叙述桃源市人文风光的国门之都 能获得捷克商,迷路多媒体有限公司,台湾分公司的青睐 一层捷克文本 我感到万分开心 这不仅是个人的荣耀,也是桃源市的光彩 真心感谢出版单位的会员 让我生活的家园,无限美好的人文美学 能让捷克的朋友们看见 这是我的荣幸,也是我的欢喜 感谢读者阅读这本书 更欢迎各位有空到桃源走走游览 最后敬祝大家身体健康,幸福快乐